大家好,我是YG500周月预测 今天是6月8号 今天我们要预测一下 半个月以后的 以后的半个月的 二狗币的价格走向 成功重复就是 待会小来的话 就用一手 độ ourselves 谢谢观看 这是我昨天预测的 二狗币今后的 十五天的价格走向 就是中下旬的 价格走向 昨天是1104 今天大概只有一千 昨天摇的挂 火地金 五月 新贸日 其实这个挂项 大体上和刚才讲的 比特币的价格走向 有些相似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大盘 现在的大盘 它的价格 似乎有一种上升的 叙事的动力 刚才讲的比特币 也是这么一种意思 总体而言 它的 中下旬 有一种上涨的动力 来自于行业内部的 现金流 有拉动价格的意愿 这个二狗币 它在内部 行业的 行业的内部 有现金流 拉动价格的意愿 目前 应该是以乐观的态度 看待这个问题 虽然目前的虚拟货币 行情 低迷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从这个挂项上面来看 应该以乐观的态度 看待比特币 今后的价格走向 至少 在下半个月 以乐观的态度 对待 以乐观的态度 对待二狗币的价格走向 虽然还没有 也不会达到理想的上升态势 目前 但中下旬 它总的趋势 是向上的 这个月六月 中下旬 总的 态势 是向上的 这个二狗币的走向 完全是跟着下半个月 完全是跟着比特币的走向 两者很接近 比特币上涨 它也上涨 刚才讲的 刚才讲的比特币 还是很不错 下半个月 从这个挂项上面来看 二狗币下半个月 也是上涨的态势 具体上涨 具体上涨多少 每天的上涨与下跌 放在我的收费群里 具体的细节 放在我的收费群里面 欢迎加入我的收费群 这个视频 讲解到这里 啊 中文字幕——YK